中船集团旗下中船黄浦文冲船部有限公司建造的全球首艘1400箱LNG双燃料集装箱船,12月12日在广州正式交付。 该船装备有中国自主研制的液化天然气加柴油双燃料低速船用发动机,可以长期将LNG作为燃料,实现污染气体几乎零抬放。 2016年6月,黄浦文冲与德国Nodicamber公司在芬兰赫尔辛基签署4加2加2艘1400箱双燃料集装箱船项目协议。 该系列船将主要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运营,可以在波罗的海零下20摄氏度的寒冷气候环境长时间正常航行,是全球首型冰区加强型LNG动力集装箱船。 船用发动机是船舶的心脏,然而长时间以来,中国中高端船用发动机市场都被海外公司占据。 为了破解制约中国船舶行业发展的心脏病,中船集团率先向全球市场推进新一代船用低压供轨双燃料发动机。 那我们这个船呢,因为它装有一个双燃料主机,它可以实现在燃气模式下的零排放,所以我们这种就叫绿色环保型的集装箱船。 那么另外这条船呢,我们配置了那个轴带发电机,那我们也可以实现这种高效节能的运作方式。 据介绍,北方轮总长169.95米,行宽26.9米,行深14.85米,设计吃水下航速为19.15节,续航力在燃气模式下为3200海里,燃油模式下为6500海里,满足全球无限航区航行需求。 这条船呢,我们下轮转了。